浪漫唯美的灯饰 绵延在文山指南宫周边 以及猫懒猫空站外 灯海景色温馨美丽 跟着白兔将大台北的夜景 尽收盐地 这是文山区配合台湾灯会 举办的行政灯区 以灯光身形各种创意展现 绝对好看好拍好玩 指南宫是大家的指南宫 134年来 它属于是我们文山区 也是属于我们台北市 也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因为这个旅主的道场来讲 它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宗教教育时善 文化艺术自然生态 所以在这样不合适的一个园区当中 我们来展现我们文山区的一个软实力 也感谢我们大力工程处 我们王副总 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来讲 不是指南宫 而是结合跟市政府的一个努力 猫红红红车从旁边经过 同时这整个我们的一个祈福盛进在后面 坐着猫红红车 步步高升登仙山 旅主赐福保平安 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 谢谢 谢谢 不只是将我们猫红红红车呈现给我们国人之外 也希望在我们后一期时代 再次启动我们的观光的时候来讲 能够帮我们台北市啊 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亮点 对面的猫红是我们最厉害的一个 铁观音的园区 另外一个亚洲最大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再加上指南宫的复合的一个园区 我希望就是说 指南宫能够做的那个机长 李锦隆环武 各位长官锦隆环武 我这边来讲 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能够带给我们全民的一个幸福之外 也是大家都能够经常回来的地方 同时啊 待会这个点这个灯啊 它是在一个自然环境当中的一个 呈现出我们园区的主灯 也有一般的一个风味体 所以这一点让大家待会来感受 在这边要感谢我们高树维 就是旅工给我们那么漂亮的一个场地给大家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稍微留一下看一下 我们十二区的灯区啊 真的文山区啊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这边啊 那个非常感谢我们高树维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民意代表 在议会对区公所的所有预算的支持 尤其是这次的灯会 所有民意代表都是大力的支持 所以因为我看报纸好像 这一次的灯会好像花了好像八亿多 所以说算是非常 非常有看头的一个灯会 那十二区的主灯 在十二区 那十二区的那个 那个配额的灯会在各区 那主灯是在那个东区 博物健康馆啊 还有东区的一些商圈 还有市政府的周边 各位有空可以去那边赏灯 日前点灯仪式热闹无比 获奖无数的木炸国中城市队 敲锣打鼓舞时助兴 热闹开场 现场贵宾及市民朋友 共同点灯 节目还特别邀请 JW新移民舞团表演 台湾灯会除了主灯外 民众不妨走进十二行政区 感受十二种不一样的台北 容貌 温山特色灯区结合在地公庙 与地景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上灯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